因為他手術時間比較久 出血量比較大 當然比一般簡單的熔乳手術 當然是風險要稍微高一點 剛才提到素全的評估 精神科醫師跟做了兩年以上的精神評估 確定他適合做手術 同時得到父母親的同意 得到家庭甚至親戚朋友的支持 這些條件都充分了之後 病人本身身體沒有什麼大的狀況 我們在評估可以確定接受這麼大的手術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他安排做手術 以男生變女生為例 我們大概住院大概五天就可以出院 但是出院之後 我們必須要定時的回來診所回診 大概通常一個禮拜回來一次 我們會教他如何去清洗他的傷口 如何去擴張 因為做出來的陰道 他必須要定時的去擴張 才不會狹窄萎縮掉 那我們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器械 教他怎麼樣去擴張 通常這樣子會維持大概最少三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到半年一年以上的時間 必須跟醫生保持一定的聯絡 然後隨時追蹤病人的情況 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病人在做完手術之後 他的心理狀況是不是 已經可以再回到這個原本他的家庭 他原本工作的地方 他原本的這個他的社群裡面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適應 用另外一個性別去展現出另外一個性別 能不能得到一個良好的適應 還是有適應不良的情況 這個其實應該是要配合一些社工來幫忙他們 但是國內目前這一塊做得不太好 這個醫護人員還是要繼續要努力